來了 他來了 這非常的nice 好的 各位 歡迎回到Battlefield 5 我是DB 歡迎大家來到所羅門群島 所以 地圖章終於在上一周 給了我們所有人猜測的這麼一個答案 不知各位有沒有玩得很刺激 很開心呢 不過第六章和往常的章列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本章只有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那麼估計在四月份我們會繼續迎來新的一章 也就是第七章 這讓我挺驚喜的 因為如果DICE只出了一張地圖 三把新槍 兩個道具武器 估計玩家們一到兩個月左右就膩了 所以DICE對這方面還是照顧到了我們玩家們 那麼先講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細節方面做得非常好 包括樹木 花草 背景 動物 都還原了整個生態環境 但我想說的是 這張地圖藍兵也太和平了吧 為什麼要在這張地圖打仗呢 與此同時 在這個地圖分別有很多模式 之前我也講過 但我覺得 還是突破模式的進攻方比較好玩 征服顯得缺了那麼一點感覺 那麼整張地圖都有小河圍著 你可以開飛艇環繞整個所羅門群島 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是 這個小河裡面有鱷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到過 只要你靠近他 他就會反過來咬你 那麼花花草草多了 我猜各位想說啥了吧 接下來我要開始吐槽了 真的 花花草草裡面 蹲了各式各樣的老鷹逼 如果他不開槍打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你隔壁 或者說他就在你腳下 每次都是你在叢林裡跑著跑著突然就被打死了 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這一點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 腦袋都要炸了 這是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 突破模式中的防守方 永遠坦克比對方少兩輛到三輛左右 和威克島一樣 防守方永遠會缺載具 不知道是不是帶死還原了歷史 日本在這兩個地方都打不過美國的原因吧 就日方就很吃虧你知道吧 經常被進攻的摁在地上打 這兩點是我對整個地圖這麼一個吐槽吧 那麼接下來我來評論一下新武器方面 最新的三個武器 主武器 M2卡冰槍 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 和新的伊薩卡三十七蹦動式散彈槍 兩個新武器道具 Lunch Mind 刺雷和M1A1 Bazooka M1A1火箭筒 這幾把槍和道具 都是當時美國和日本的最著名的武器之一 先說說M2卡冰槍 總體來說射速快 傷害比STG44低 子彈三十一發就剛剛好 新手劍用一倍進吧 像我用習慣三倍進的人 後座力的話會比STG44更低 所以就更好壓 那麼順便給大家參考一下我的升級路徑 因為這把槍很少會用到腰射 只有在拐彎處或者近距離時才會使用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必要身後能挑射 把精準度和控制升級就好 大正十一連式輕機槍 這把槍總體來說有點難搞 怎麼說呢 他換彈的速度太慢了 以至於打完一個敵人立馬要藏起來換彈才能再打 而且他會讓你的行動變得很慢 因為他是還是有點重量的 還有他的子彈只有三十發 最多擊殺三名敵人 就有一點小小的難度吧 升級參考的話我建議的是升級控制和精準度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 左邊不是有個換彈更快的這麼一個升級選項嗎 但是我想告訴你 你覺得換彈快也能對付得了一直打你的那個人嗎 想想看哈 最後就是伊薩卡三十七蹦動式限彈槍了 可以說這是一把我用過最好用的限彈槍 沒有之一暫時哈 他傷害雖然不夠前幾把大 但是他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精準 一般限彈槍中等距離打敵人已經非常的吃力了 況且子彈又很少 所以鋼不過 但他可以勉強鋼不過 這是讓我比較意外的 而且他的射速會比其他限彈槍快 是一把非常好用的槍 但是平常建議還是少用點比較好 因為主要是這把槍太強 雖然打著很爽 但是被打時還是很氣的 相信各位深都體會哈 還有就是MMG重型機槍 要趴著打那種也是比較少用吧 消除伏地魔相愛相惜好吧 升級參考建議的是左左左右 主要是升級擴容還有就是增加射程範圍了 替換道具的話刺雷和火箭筒 刺雷傷害只有衝過去的時候才有傷害 不衝過去的時候只有5%的傷害 就非常的低 但最多衝過去的話也只有50% 但如果你和你隊友一起用兩個刺雷過去的話 基本上這個坦克必死無疑 也算是坦克的這麼一個克型吧哈 新火箭筒的話 我只能說沒什麼用 傷害不高 不夠之前的那幾個配件傷害高 但唯一的好處是他的子彈多了一點 和射程高了一點 嗯 也就沒有 新的傳奇角色除了三奇之外 另外兩個會在這兩周內公布 OK 那好啦 整期視頻到這邊接近尾聲 大家有什麼想法和建議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上五篇的最新通知喔 那麼我是DP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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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